有液体文物之称市场价格飞涨 老酒为何会受到人们的关注 酒香醇后回味悠长 经过时间的沉淀 老酒和新酒都有哪些不同 变真实假 趣味存真 如何才能淘到一瓶真正的老酒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各位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俗话说 姜是老的辣 酒是沉的香 经过岁月的打磨和时间的沉淀 一些老物件就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 就说这老酒被称为是液体文物 保留着一个时代的印记 喝起来更是味道醇厚 回味悠长 老酒已经成为了收藏界的新贵和热门 老酒的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大部分都已经超过了 当年市场价的上百倍 有的甚至超过了上千倍 那么什么样的酒才算是老酒 老酒收藏 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关注呢 2018年11月2日 河北省保定市流林醉第五届全国老酒交流会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会上交易的就是各种品牌的老酒 这位摊主来自北京 餐会一天多了 收入还不错 从1952年到1989年 全国曾组织过五次品酒会 分别评出过四大名酒 八大名酒 十七大名酒 和53种名幽酒 这些名酒因为曾得到权威部门认可和品质过硬 一直是老酒收藏者的追捧对象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有人以单价600元到700元的价格 一次性采购了20瓶90年代的老焚酒 而这些酒当年的零售价也就20多元钱 为了鉴别酒的真假 这位买主还随身携带了放大镜 看看它这个喷码 一个是它的数字上面有变化 就跟咱们正常写的阿拉伯数字有变化 一的它那个真的吧 下边没有那一盒 假的吧 就下边多了 化学天竺多了一盒 按正常的那种写法 第二个呢 看它这个圆不圆 黑不黑 它这个墨 当时也是进口 原来这位买主就来自山西焚酒集团公司 因为个人喜欢老酒 而且看中了老酒的升职潜力 才特意赶来收购的 我认为这个芬酒和这个西凤还是一个价值挖地 从历史上讲 从文化上讲 从价值上讲 它的现在这个价格就用股票 它是一个低落期 所以说我在一个 在这个公司工作吧 对这些 它的这个品牌 文化和现在的它的价值是不匹配的 所以说 我准备同一部分这个产品 老酒交流会上销售的酒类品种非常广泛 有知名品牌 也有很多地方性的小品牌酒 老酒应该是存放了多年的酒 所以这些酒的外包装到都显得很陈旧 有的还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 要在这些酒里淘到价廉物美的真品 就有些难度了 不过对于来自北京的朱春光来说 有时候就是简单扫一眼的事情 你像这种交易会你也经常参加吧 对一般我都来 老大了 这是你们最老大 对 为什么这么说 对 为什么这么说 干得也好 干得也大 原来朱春光网名叫杯墨亭 是老酒收藏圈里的著名人士 国家级品酒师 中国收藏家协会老酒鉴定专家 转了一圈 朱春光在一个小摊位上发现了目标 酒挺满啊 酒挺满 要看到通州老郊 基本上我就会满 三千元 可以 大师开口了 这个东西还不是 这个通州老郊 这就是我家乡的酒 这是一瓶通州老郊 虽然知名度不高 朱春光对他的评价却不像 这个酒厂呢 已经都变成一片废墟了 他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 国营时候酿的这个酒 真材实料 然后粮食呢非常足 就当年的口感就非常好 又放了将近三十年吧 八十年代末 到现在也三十年了 现在喝它口味更好 实际上这款酒 酒至现在喝 应该是一点不差于 那个老茅台 朱春光收藏老酒 有十五年了 是老酒收藏圈里 起步比较早的人之一 他的藏品涵盖的范围 比较广 八三年的流龄醉 这个是河北省的一个 优质酒 像这个是半斤的 我当时花了是 应该是八百吧 八百那个是五年前 也不便宜啊 现在它的市场价呢 现在市场价格应该在一千五到两千吧 这个是82年的双阳大区 可能说一般人没有听说过 这个就是中国优质酒里面特别稀缺的 像这个酒呢市场价呢 可能说现在能达到一万 但是我们收的时候呢 就是清这种酒是三四千收的那时候 朱春光认为既然是藏品就要保持老酒的原始状态 他的老酒都拿食品级的塑料袋封存起来 这样有利于保证藏品的完整性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不会被风吹到 也不会受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影响 有的时候像这个酒呢 如果说要是不掏袋 它这里边的这个膜容易分化 这个封口膜湿度大的时候呢 它没事 但是呢季节一变换了 它湿度变小了 它就容易干裂 所以对酒的收藏是不利的 随着老酒收藏爱好者的增多 和老酒数量的不断减少 再想收到一瓶品质较好的老酒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而老酒爱好者一旦淘到一瓶好酒 就会邀请三五好友一同见上 时不时也会品鉴一下 这天朱春光和几个北京的藏友又聚在了一起 他们要品尝一下这瓶1992年产的文君酒 五十六六对酒 本本就不那种特别伺候啊那种感觉 很平顺喝下去 但是入口不觉得辛辣很甜 对 是吧 香味十分的饱满 而且它有一点点那种尘味 特别的舒适 老酒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新酒那种辛辣苦涩的滋味 几乎已经被磨平了 入口绵柔 酒香更为醇厚 让人回味悠长 时间造就了老酒 老酒的味道或者可以说 就是时间的味道 和朱春光一样 贵州省尊义市的朱军也是老酒收藏圈里的领军人物之一 在他的中国酒文化博物馆里以省份为单位收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白酒上万瓶 博物馆里的白酒以1993年以前生产的为主 而这个年份也是老酒输藏界普遍认同的一个界限 1993年为一个很重要的标杆 就是液态勾兑法 出台之前的老酒 这些酒都是纯正的纯粮固态发酵的 白酒传统酿造工艺是纯粮固态发酵法 1993年我国又实施了液态法白酒 也就是食用酒精配制酒的行业标准 从此市场上就出现了两种方法制作的白酒 而所谓的老酒 专职采用纯粮固态发酵法酿造的有一定年限的白酒 作为一种收藏品 老酒还有升值的潜力 你比如说像这样一瓶地方小酒 它是70年代磨气的 那么到70年代的磨气 比如五粮液 这样它们都上万了 那么这样的酒它才几百块钱 它的这个价值主要是在一个文化价值 所以说它一个增值价值上 它不明显 相对于一些地方小品牌的老酒来说 曾经在全国品酒会获得过奖项的名酒 增值幅度就比较大了 这是88年的五粮液 当时的价格是八十块钱 那么到今天它的价格是六千块钱以上 其中的这个价格就涨了接近十一百倍 那么这样另外奴州老酒也是 当时的价格是七十五块钱 那么88年的奴州老酒 今天的价格是三千多 朱军收藏老酒也有十多年了 经过多年的磨炼和积累 它现在也是鉴定老酒的行家里手了 这是两瓶茅台酒 它们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时代的 它上面贵州茅台酒五个字 你看这边这个假的 它这个字体的印刷就不清醒 因为鉴定一个酒最重要的就是盖子和风口 这是两瓶外观看起来都比较成就的物量液 这一瓶的瓶盖速锋膜都已经出现了 貌似成就性的裂痕 朱军判断 这个裂痕是人为加上去的 这种真正的这种收口 它从这个磨的下面 这个很自然的一个圆幅形的这种一种曲线性 然后再加上它的包浆之后 到年份之后 它就约约有一点点发卷和一点点加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边上这种就整个幅度 这种包浆它就不自然 而且它的下面的颜色微微发生 发生和上面的造成的一个差别 就是一个颜色的差异 这就是新膜下来 它也加了色的做的 它才有这种上面的一个提升出现 如果说看速锋膜的包浆 已经要靠眼力了 那么看酒花来判断 是否老酒就要完全靠功力了 这是一瓶1986年产的洗水大区 因为是玻璃瓶装 可以看到里面酒花的变化 就是说你使劲这样一摇 一摇下来 那么这个酒花你看 它慢慢慢慢的 这个酒花很细小 粘稠度很高一点一点的 慢慢慢慢的爬上来 然后酒花的持久性也很长 这样的酒它就是有历史的一个特征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酒分子和维生物菌情多 它有个抱团比较严重 新酒的酒花只能持续几秒钟 而老酒的酒花可以持续十几秒到二十秒 而且酒的度数越高 酒花也越丰富 为了给老酒收藏爱好者 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和交易的平台 朱军又办起了一个专业的老酒投资交易网站 通过网络老酒收藏者就能买到自己喜欢的藏品 尽管提供了如此便利的条件 很多全国各地的老酒收藏爱好者 还是喜欢把朱军的中国酒文化博物馆 当作一个聚会点 时不时的就要聚在这里交流和品鉴老酒 它们的挂杯看起来很舒服 就像一串珍珠项链 新酒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 这个酒60度 入口以后冲击力非常地阻挡 几个藏友正在品尝的是一瓶1989年的焚酒 虽然酒精度高达60度 但是入口绵柔 醇厚的酒香瞬间爆破 充满整个口腔 酒体像一股暖流 碎的喉咙一直延伸到胃里 继而满口余香 其中有淡淡的果香味 沉香味还夹杂了一丝甘甜 整个过程让人感觉特别的舒适 藏友们聚在一起 少不了讲讲自己简陋的经历 杨海波来自山东青岛 在老酒收藏的十年中 他最得意的事情 就是2011年在当地一家烟酒店 无意中淘到的这瓶酒 平常能见到的颜色都是蓝色的 而这瓶是个绿色的 我就问老板 我说这个酒的颜色怎么是个绿色呢 他说不知道 可能是个山寨吧 虽然自己也搞不清楚这瓶酒的来历 但是看着外观完整而且陈旧 杨海波就花800元钱买下了这瓶酒 结果在查阅了大量资料 跟藏友们交流以后 他才发现捡到了宝贝 确定是确实是六世代末期的 而且它是个翡翠绿色 然后我们圈内现在把这瓶酒称作为绿宝石 那现在这瓶酒加多少钱 这瓶酒江苏有个老板 给我出价30万 我没有出因为舍不得 初期老酒收藏爱好者 都是自己到处去收老酒 后来就从那些专门收酒的人手里拿货 目前大约有几十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收酒 胡斌今年32岁 山东人 专业从事收酒的工作也有十年了 在尊义的大街上就有他收酒的小店 今天收到了三瓶 90年的茅台和有新茅台 还有80年代的煤叫 这个90年的茅台就是说一万块钱收的 这新茅台是一千五收的 这个80年的茅叫是800块钱收的 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多和老酒数量的减少 收酒一线人员的工作也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不过今天胡斌的运气还不错 收到了三瓶酒 而且还接到一个老人的电话 说家里有几瓶老酒 胡斌和同事打算去看看 结果20分钟后 两人空着手回来了 那个价格没谈好 人家老人家嫌价格太低 然后收得太高 我们一点利润空间没有 所以说就没谈成 白跑一趟对于胡斌来说都是小事 最怕的就是辛辛苦苦 却收到了假酒 这些年他在这方面也损失不少 不过教训换来的就是鉴别真假酒的能力 他们这些一线收酒人员也成了杜绝假冒老酒流向市场的第一道关卡 2018年10月31日 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委员会 在北京组织了一场陈年茅台鉴定专场 经过专家们鉴定 这一万瓶从2000年到2009年的老茅台 全部都是真瓶 这一万瓶老茅台全部都是和珅波 从一线收酒人员手里收来的 和珅波 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委员会委员 茅台酒收藏大典主编 在老酒收藏圈里 和珅波收藏的茅台酒 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是屈指可数的 这个是55年目前是最老的一瓶茅台酒 像这瓶酒的话 现在市场卖的话 能卖多少钱 市场上他们有拍卖过100多万的 虽然这瓶1955年的茅台酒 是店里年龄最老的酒 却不是这里价值最高的酒 我们这个57年的2016年的时候 在保利拍过200多万 这个酒非常说 年头比这个57年的早 但是它的外观及品项 没有这个57年的好 它价格上不一定有57年卖的贵 这里摆放了1000多瓶 不同年份的老茅台 都是刚刚从全国各地收来的 虽然也有工作来源对酒进行鉴定 但是按照和珅波的习惯 它还是坚持亲自把关每一批酒 把这些酒再鉴定一遍 因为它随着这个茅台酒的价值 在不断地升高 造假的人呢 也在不断地嚼劲脑汁 在想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来给你造假 一瓶酒便宜的一两天 贵的好几万 甚至几十万 你说这个万一要出现假的 我们也承受不了 这个箱子里的八瓶酒 就是从这批货里发现的假酒 这一瓶 这个标它就是假的 这个批次是真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标说明这里面酒是低度酒 它贴上高度标 08年的低度茅台酒 目前售价500元左右 而高度的价格达到了5000多 两者相差十倍 难怪要用低度酒的茅台酒 换上高度酒的标牌 冒充高度酒了 像这种1990年产的铁盖茅台 因为存量少 市场价高达2万多 这瓶酒从外观看都是真的 但是里面的酒是假的 我们来检测它的方法呢 现在这种铁盖 我们都放味 放味啊 因为它这个盖可以学弄的 但是它有专业的 你要没有专业的话 就容易给它放断了 你放好味还要回味 我们弄好了 我们一晃 你看它酒都出来了 我们呢 瞬间用鼻子嗅一下 我们因为经常常年煎的这个酒啊 其实鼻子一闻啊 在里面是不是茅台酒 是不是符合当年的茅台酒 它放茅台新茅台都没用 要符合当时90年代的老茅台味道 和珅波对茅台酒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 按照生产工艺的要求 一瓶茅台酒出厂就是五年陈酿 新茅台酒酒体颜色微黄 随着存放时间的推移 颜色会逐渐转变成金黄色 这也是酱香型白酒的特点 茅台酒不仅是酒体的颜色在变 一瓶新酒从出厂开始 价格每年也在成阶梯式递增 年代越久价格越高 2018年出厂的新茅台酒 现在的零售价是一瓶1490元 2017年出厂的茅台酒 酒头网上的价格是一瓶1850元 2016年出厂的茅台酒售价是1950元 像我们这个70年代的茅台酒 当年可能就几块钱一瓶 还要拿酒粮来买 用钱不一定买着 现在这一瓶可能7070 7072的 大约平米下都在30万左右 一瓶就30万 一瓶 因为太少了 时间让老酒的味道和价值 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正因为存放了这么长时间 老酒中是否会出现一些其他成分呢 2018年11月7日 何山波和朱春光分别拿出了 1988年产的茅台 五粮液和董酒各两瓶 到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进行检验 他们当年这个酒出厂的时候 酒厂他们这个都有实验室 出厂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检测 尤其是这些明酒 它当年就没有这个 有害物质 它就都在非常小的范围值 有的甚至没有 像一些重金属签 它当年检测就没有 你这么多年它不可能自己生成这个东西 从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上看 宋检的六瓶三十年老酒中 均没有检测出有害物质 但是酒体中酸和脂类物质却有不同的变化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宋书玉介绍说 酒是有生命的 正是酒体中这些物质通过自身的不断变化 才造就了老酒的味道 酒是沉的香是有道理的 我们讲中国白酒是多风味物质 和多活性物质的复杂构成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白酒当中除了水和乙醇以外 我们还有大约一千五百多种风味物质和活性物质 这些物质以水和乙醇形成了一个混合物 这种混合物给我们带来美妙的香气 和这种丰富的这种感官冲击 而且随着岁月的流失和沉点 这种变化在悄然的进行 而且它所带来的这种醇厚和香气的优雅 为时间不可取代 只有时间可以换取它 随着老酒数量的不断减少 和价格的不断增值 老酒市场未来如何继续 普通消费者如何才能享受到老酒的味道 这也是业内人士共同面临的问题 陈杰 中国藏酒协会副会长 也是最早一批收藏老酒的藏家 他在老酒界有一个鼎鼎大名的称号 酒柜 针对目前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喜欢收藏品鉴老酒 陈杰建议 量力而行 循序渐渐 不是一下子群体所有买了一大批酒收藏 那样不现实 先买一些价值条低点的次性产品 慢慢摸索经验以后再慢慢发展 对于很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老酒爱好者来说 如何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 陈杰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收藏方式 就是要义酒养酒 什么叫义酒养酒呢 就是买二长一 买三长二 你买两瓶酒 你收藏起来一瓶 买三瓶酒收藏起来两瓶 等过一段时间 这个价值价格上去以后 你卖掉其中的一瓶 然后可以换回来两瓶酒 这样的义酒养酒 这个长久之路就能走得很远 老酒收藏还对保存方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如果保存不当 酒就容易挥发 业内称为跑酒 陈杰告诉记者 其实保存老酒有很多简单一行的方法 就是我们收藏界里边 一般来说就是对这个酒的收藏 有一些办法 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瓶 不同的风口进行一些保存 玻璃瓶的 它挥发的比较慢一些 像茅台酒 1966年以后的 它是属于玻璃瓶的 它这个风口比较严实的 不需要做处理 就是拿过来这个酒比较满 你就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如果有跑酒的话 现在好几种罚 有的是用密封袋 保鲜袋 把它整个都套住 砸紧 但是这个有个弊端 时间长了以后 商标要被打湿 庆湿 因为酒要挥发 所以说你隔几年 隔一段时间要打开 透透气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生料袋 做水管 管到那个生料袋 缠住以后 用透明胶布再缠一下 这个方法目前来说 还是比较稳妥的 因为这个生料袋它无毒无二 有的用蜡风 蜡风的方法不可取 用蜡风以后 蜡的它的油味 它跑到 时间长了跑到酒里面 酒要变质的 喝过老酒的朋友 一般都会对那种特别的 味道和体验 留下深刻的印象 老酒的饮用价值 文化价值 加上现在老酒的数量 是越来越少 才造就了 现在老酒收藏火爆 价格不断攀升的局面 但是老酒收藏 也是需要有丰富的 时间积累和实战经验的 只有这样 才能够练就一双 辨别真假老酒的眼睛 如果你也想尝试 老酒收藏的话 我想除了可以借鉴 这些专家的经验之外 你想从一瓶新酒开始 看着它慢慢变老 是不是也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呢 百元斩 千元斩 万元斩 什么样的剑斩 有收藏价值 电药烧 柴药烧 烧出的剑斩 区别在哪里 从然宋代烧制记忆 断代近千年的黑瓷文明 能焕发出 怎样的奇光异彩 近期收看消费主张 剑瑶剑斩 史烧于唐朝末五代 圣烧于两宋 元代剑衰 到了明代 人们差不多就把它遗忘了 剑斩的烧制记忆 曾经断代了七百多年 后来呢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陶瓷界的名家们 从七十年代开始 就致力于恢复 剑斩烧制记忆 如今呢 很多人已经慢慢开始意识到 剑斩的价值 不少人也开始热衷于收藏剑斩 那什么样的剑斩 具有收藏价值 该如何去收藏呢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 消费主张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专 朋友们 再见